第三十八回,及時與會神行泰堡, 黑旋風斗浪女白跳, 詩藥,深安茅屋韻, 勝定蔡庚香,細味薄荒好, 人情淡最長,因人成事業, 避難與豪強,他日梁山柏, 高名四海洋,話說當時宋綱別鳥猜撥, 出抄是訪來,到點是廳上看時, 見那節級絕條椅子坐在廳前, 高升學道,那個是新配道酬土, 排頭只著宋綱道, 這個便是,那節級便馬道, 你這矮刻殺財,以像誰的勢要, 不送常例淺來與我,宋綱道, 人情,人情,再人情願, 你如何逼取人才,好小災傷, 兩邊看的人聽了,倒捏兩把汗, 那人大怒,喝罵,賊配君, 安敢如此無禮,顛倒說我小災, 那兜頭的,如我背起來, 且打者施一百信棍,兩邊營呂眾人, 都視和宋綱豪迪,見雪要打他, 一控都走了,只剩得那節級和宋綱, 那人見眾人都散了,土裡悅怒, 那喜信棍,便奔來打宋綱, 宋綱雪道,節級,你要打我,我得何嘴?那人大渴道, 你這賊配君是我手裡罕貨, 輕咳受便是罪過,宋綱道, 你便臣我過失,也不計利害, 也不道的該死,那人老道, 你說不該死,我要結果你也不難, 只似打殺一個蒼蠅,宋綱難笑道, 我因不送得常來淺便該死時, 傑式梁山柏吾學究的卻該怎的?那人聽了這聲, 芳芒丟了手中信棍,便問道, 你說什麼?宋綱答有道, 自說那傑式君師吾學究的,你問我怎的?那人放了手腳, 牽著宋綱問道,祝下高盛,你正是誰?那女得者話女?宋綱笑道, 小可便是山東運成縣宋綱,那人聽了大驚,連忙作譽,說道, 原來興長正是及時與宋公明,宋綱道,可觸或此?那人變道, 興長,此間不是說或處,未敢下拜,同往城裡最懷,請興長變行, 宋綱道,好,折給少代,容宋綱所了房門變來,宋綱芳芒芒到房裡,取了五庸的書, 自帶了銀兩出來,所想房門,吩咐排頭看管,便和那人來了路城營內, 奔入江州城裡來,去一個臨街酒市中樓上坐下,那人問道, 興長何處見吾學舊女?宋綱懷中取出書來,遞語那人,那人拆開封皮,從頭讀了, 藏在咒內,起身望著宋綱便拜,宋綱芒芒芒達禮道, 遞間言語衝撞,幽怪,幽怪,那人道,小弟只聽得說有個聖宋的法下勞成營旅來, 往常是,但事發來的配君,常例送銀五兩,今番已經十數日不見宋來,今日是個閒下日頭, 因此下來取討,不想卻是仁興,恰財在營內,甚是言語無讀了歌歌,萬望書聚, 宋綱道,差別亦爭常對小可說起大名,宋綱有心要拜色尊顏, 由不知足下住處,亦無欣入城,得地只等尊興下來,要與足下相會一面, 以此丹五日久,不是為借五兩人只不捨得送來,只想尊興必是自來, 故意言乃,今日行得相見,以為平生之願。 說話的,乃人是水,便是不學舊所佔的江州兩院押勞捷級大院長大眾, 那時故宋時,金陵一路捷級都稱呼家長,湖南一路捷級都稱呼做院長, 原來這大院長有一等驚人的道術,但出路時,繼書飛步緊急軍情時, 把兩個駕馬山在兩隻腿上,作起神行法來,一翼能行五百里, 把四個駕馬山在腿上,便一翼能行八百里,因此人都稱作神行太保大眾, 更看他生的如可,但見,面闊唇方神眼凸,秀長青秀身材, 造沙根本翠花開,旺旗書凌智,紅串影酸牌,兩隻腳行千里路, 羅三長野陳愛,情途八百去還來,神行真太保,院長大眾才, 當下大院長與宋宮明說霸了來情去二,大眾,宋江區各大喜, 兩個坐在各子裡,叫那賣酒的過來,安排走過熬讚蔡疏來,就酒樓上兩個喝酒, 宋江數說一路上遇見許多好漢,眾人相會的事務,大眾也傾心吐膽, 擺和者不學夠相交來往的事,告訴了一片,兩個正說到心腹相愛之處, 才喝兩杯酒過,只聽樓下圈鬧起來,過賣連忙走入郭子萊對大眾說道, 這個人只除非是院長說得他下,末內賀凡院長去解冊側過,大眾問道,在樓下作鬧的蝕水,過賣道, 便是如常同院長走的那個換造鐵牛李大哥,在底下沉主人家借錢,大眾笑道, 又是這詩在下面無禮,我指道是什麽人,兄長小楚,我去叫了這詩上來,大眾便起身下去, 不多時引了哪個人上樓來,宋剛看見了吃一驚,看哪人生得如何,但見, 黑熊般一身粗肉,鐵牛似片體頑皮,交加一字赤黃眉,雙眼赤絲亂系, 無法魂月鐵賊,真寧好似孫偽,天憑惡殺下魂梯,李葵真永漢,人號鐵牛兒, 宋剛見了哪人,便問大眾道,院長,這大哥是水,大眾道, 這個小弟身邊奴女一個小奴子,姓李名葵,早官是移州移水縣白象村人士, 本身一個異名,換做黑旋風李葵,他向中都叫他做李鐵牛, 因為打死了人,逃走出來,雖如舍友,流落在此江州,不曾還鄉, 為因走性不好,多人居他,能使兩把板斧,及會拳棍,見今在此老女勾黨, 李葵看著宋剛,問大眾道,哥哥,這黑漢子是水,大眾對宋剛笑道, 阿詩,你看這詩任何粗魯,全不識色體面,李葵變道,我問大哥, 怎地是粗魯,大眾道,兄弟,你便請問這位官人是誰便好, 你道卻說這黑漢子是誰,這不是粗魯,卻是什麽,我且與你說之, 這位人輕便是閒嘗你要去投奔他的意識過歌,李葵道,莫不是山東及時雨黑送江, 大眾學道,說,你這詩敢如此犯上,直言叫換,全不識色高低, 押字不快下拜,等幾時,李葵道,若真個是宋公明,我便下拜,若是閒人, 我卻拜甚了,折給哥哥不要門屋拜了,你卻笑我,宋剛便道,我正是山東黑送江, 李葵道,李葵拍手叫道,我哪爺,你何不早說謝過,也教鐵牛歡喜,撲返新區便拜, 宋剛連忙答禮,說道,藏士大哥請坐,大眾道,兄弟,你便來我身邊坐鳥吃酒, 李葵道,不愛凡小賺吃,換個大碗來西,宋剛便問道, 欺財大哥為何在留下發怒,李葵道,我有一定大銀,解了十兩小銀使用了, 卻問者主人家那這十兩銀子,去屬那大銀出來,便還他, 只要些使用,頗內正了主人不肯借願我,卻代要黃那絲放對, 打得他家粉碎,卻被大哥叫了我上來,宋剛道,只用十兩銀子去取, 再要離前摩,李葵道,離前已有罪者女了,只要十兩本錢去討, 宋剛聽罷,便去身邊取出一個十兩銀子敗與李葵,說道, 大哥,你將去屬來用到,大眾要了當時,宋剛已把出來了,李葵接得銀子,便道, 卻是好也,兩位哥哥只在這裏等我一等,熟了銀子,便來送還, 就和送哥哥去醒外吃碗酒,宋剛道,且坐一坐,吃幾碗了去,李葵道,我去了便來,推開蓮子,下樓去了,大眾道, 兄長優謝者銀子與他便好,恰財小弟正欲要左,兄長已把在他手裡了, 宋剛道,卻是為何,專興說者話,大眾道,這詩須是僱直, 此時貪走好到,他卻幾時有一定大銀介了,兄長吃他賺了了這個銀去, 他慌忙出門,必是去到,若還贏得時,便有的送來還哥哥,若是輸了時,那女土者十兩銀來拜還兄長,大眾面上雖不好看, 宋剛肖道,院長尊興,何必見愛,諒這詩銀兩,何足掛齒, 由他去賭書了罷,若要用時,再送謝與他使,我看這人倒是個宗直漢子,大眾道, 這詩本是自有,只是心粗膽大不好,在江州勞女,但吃醉了時, 卻不奈何罪人,只要打一般強的勞子,我亦被他連女得苦,尊一勞見不平, 好打強的人,以此江州滿城人都怕他,有思為證,天性由來太惡粗, 江州人號李兇徒,他時大展逃龍首,此食人中大丈夫,宋剛道, 衣門再飲兩杯,卻去省外閒玩一早,大眾道,小弟也正忘了,和兄長去看江景則過, 宋剛道,小可也要看江州的景致,如此最好,且不說兩個再飲酒, 只說你愧得了這江銀子,尋思道,難得宋剛哥哥,又不曾和我心交, 便者我十兩銀子,果然仗義疏才,名不虛傳,如今來到這類, 卻恨我這幾日賭書了,抹一文做好漢請他,如今得他這十兩銀子,且將去賭一賭, 躺或贏得幾罐錢來,請他一請也好漢,當時李葵方忙跑出省外小張月賭房裡來,便去牆上, 將這十兩銀子撇在地下,叫道,把頭錢過來我賭,那小張月得之女愧從來賭席,便道, 大哥,且欠這一賭,下來便是你賭,李葵道,我要先賭這一賭,小張月道,你便放妻也好,李葵道,我不放妻, 只要賭這一賭,五兩銀子做一住,有哪一般道的,卻待要賭,被李葵劈手奪過頭錢來,便叫道,我賭日水,小張月道,便賭我五兩銀子, 李葵道,李葵叫一聲,吉保地賭一個叉,小張月便拿了銀子過來,李葵叫道,我的銀子是十兩,小張月道,你再賭我五兩塊,便還了你這定銀子,李葵又拿起頭錢,叫聲,快,吉保地又賭個叉,小張月笑道, 李葵道,我教你休搶頭錢,且喜一賭,不聽我口,如今一連賭了兩個叉,李葵道,我這銀子是逼人的,小張月道, 李葵道,謝莫是誰的,也不濟事了,你既輸了,卻說什麼,李葵道,末內何且借我一的,明日便送來還你,小張月道,說什麼閒話,至古賭錢長相無父子, 你明明地輸了,如何賭來格爭,李葵把布三日起在前面,口裡渴到,你門還我也不賺,小張月道,李大哥,你閒嘗最到的直,今日如何任何沒出闊,李葵也不答應他,便就地下賭了銀子, 又搶了別人賭的十來兩銀子,都戳在布三兜裡,爭起雙眼說道,老爺閒上賭席,今日權者不值一片,小張月急待向前奪事,被李葵一指一教,十二三個賭博的,一發齊賞,要奪那銀子,被李葵指東打西,指南打北, 李葵把這伙人打得沒地多處,便出門前,把門的問道,大郎那裡去,被李葵提在一邊,一腳踢開了門便走,那伙人隨後趕張出來,都只在門前叫道,你大哥,你任地沒道理,都搶了我們眾人的銀子去, 只在門前叫喊,抹一個敢近前來討,李葵正走之時,只見背後一人趕上來,板著肩鼻渴道,你這書如何吸搶老壁人財物? 李葵口裡應道,乾你了時,會過臉來看時,卻是大鐘,背後立著宋綱,李葵見了,黃恐滿臉,變道,哥哥憂貴,鐵牛閒嘗紙是賭席,今日不想輸了哥哥的銀子, 又沒得撒錢來相請哥哥,後急了,時下造出這些筆直來,宋綱聽了大笑道,言帝但要銀子使用,只顧來問我討,今日既是明明地書與他了,快把來還他,李葵只得從布三兜女取出來,到底在宋綱手裡, 宋綱便叫過小張月前來,都賦予他,小張月接過來說道,二位官人在上,小人只拿了自己的,這十兩元銀須是李大哥倆博書與小人,如今小人情願不要他的,省的寄了冤仇,宋綱道,你只顧將去,不要寄懷, 小張月那女肯,宋綱便道,他不曾打傷了你門魔,小張月道,土頭的,十錢的,和那把門的,都被他打倒在裏面,宋綱道,幾是任的,就與他眾人做張識錢,兄弟子不敢來了,我自著他去,小張月收了銀子,拜謝了回去, 宋綱道,我們和你大哥吃三杯去,大宗道,前面靠江有那琵琶亭酒館,是同朝白落天古蹟,我們去亭上穿三杯,就觀光景,有思為政,百虎高峰世莫家,或船抽水廳琵琶,玉書老眼球陳跡,姑母齊飛大落下, 宋綱道,可於城中買些牛賺之物將去,大宗道,不容,如今那亭上有人在裏面賣酒,宋綱道,任地時缺好,當時三人便望琵琶亭上來,道德亭子上看視,一邊靠著沉陽光,一邊視店主人家房屋,琵琶亭上,有十數輔助頭, 大宗便選一副乾淨座頭,讓宋綱坐了頭位,大宗坐在對席,堅下便是李葵,三個坐定,便叫酒堡抱下菜蔬果品海鮮按酒之旅,酒堡取過兩瓶玉湖春酒,此時江州有名的上色好酒,開了泥頭,宋綱仲獲一觀,看那江上景致, 端之時,端的視景致飛上,但見,雲外搖山聳隨,江邊遠水翻銀,隱隱沙丁,飛起幾項勾路,游游別譜,撐回數隻宇舟,紅鳥攤頭,白髮工碎勾下吊,黃爐按口,清繼同木讀騎牛,翻翻雪浪拍長空, 忽忽忽涼風吹水面,紫燒風上接窮倉,琵琶亭半臨江岸,四圍空闊,白面玲瓏,欄干影浸玻璃,窗外光浮玉壁,昔日落天星價重,當年司馬雷行多,當時三人坐下,李葵變道,酒把大碗內西, 不內凡小鎮家吃,大中學道,兄弟好穿,你不要造星,只顧吃酒便了,宋江吩咐酒保道,我兩個面前放兩隻盞子,這位大哥面前放個大碗,酒保應了下去,取紙碗來,放在李葵面前,一面西酒,一面抱下牛棧, 李葵笑道,真個好過宋哥哥,人說不差了,便知我兄弟的性格,結拜得這位哥哥,也不枉了,酒保針酒,連西了五七片,宋江吟見了這兩人,心中歡喜,吃了幾杯,忽然心裡想要乳立湯吃,便問大中道, 此女友好鮮魚摩,大中笑道,兄長,你不見滿江都市如船,此間正是如米之香,如何沒有鮮魚?宋江道,得蝕辣魚湯醒酒最好,大中便換酒保,交造三分加辣點紅白魚湯來,傾克造鳥湯來,宋江看見道,美食不如美氣, 雖是個酒市至中,端的好整齊器皿,拿起住來,雙勸大中,李葵吃,至也吃了鮮魚,撲了幾口湯汁,李葵也不使住,便把手去碗裡撈起魚來,和骨頭都著吃了,宋江看見忍笑不住,再撲了兩口汁,便放下住不吃了,大中道, 兄長,已定這魚醃了,不中人輕吃,宋江道,便是不才酒後,只愛口鮮魚湯吃,這個魚真是不甚好,大中應道,便是小弟也吃不得,是葉的不中吃,李葵著了字碗裡魚,便道,兩位哥哥都不吃,我替你們吃了,便伸手去宋江碗裡撈起, 李葵著將過來吃了,又去大中碗裡也撈過來吃了,滴滴點點,淋一桌子撿水,宋江見李葵把三碗魚湯和骨頭都著吃了,便叫酒寶來吩咐道,我這大哥,想試土機,你可去大快肉節而跟來與他吃,小黑一發算錢還你,酒寶道, 小人這女子賣羊肉,脫抹牛肉,要肥羊盡有,李葵聽了,便把魚汁劈臉潑張去,臨那酒寶一身,大中學道,你又做什麼,李葵應道,頗內這師無禮,欺負我只吃牛肉,不賣羊肉欲我吃,酒寶道,小人問一聲,也不多話, 宋江道,你去只顧撿來,我自還錢,酒寶忍氣吞聲,去撿了二斤羊肉,做一盤將來,放在桌子上,李葵見了,也不謙讓,帶把蟑螂來,只顧吃,黏子間把這二斤羊肉都吃了,宋江看了道,撞哉,真好看也,李葵道, 這宋大哥便知我的鳥兒,吃肉不強似吃魚,大中叫酒寶來問道,吸材與湯,加身甚是整齊,魚卻熱了不中吃,別有甚好鮮魚時,另做蝎辣湯來與我這位官人醒酒,酒寶踏道,不敢援院長說,這與端的是作夜的,今日的活魚,還在船內, 等如牙主人不來,未曾敢買洞,因此未有好鮮魚,李葵跳起來道,我自去討兩尾活魚來與哥哥吃,大中道,李歐去,紫陽酒寶去回幾尾來便了,李葵道,船上打魚的,不敢不與我,值得什麼,大中難當不住,李葵一直去了, 大中對宋剛說道,卿長,幽怪小弟忍者等人來相回,傳門捨個體面,羞辱殺人,宋剛道,他你生性是任的,如何教他改得,我道敬他真實不假,兩個字在琵琶亭上小語說話取落,詩藥,盤內燕景出陳環, 江上風亂湧計還,明月琵琶人不見,黃勞虎足無朝還,卻說李葵走到江邊看時,見乃如船一字排著,若有八九十隻,都藍系在陸陽樹下,船上魚人,有斜枕著船沙碎的,有在船頭上結網的,也有在水裡洗浴的,此時正是五月半, 半天氣,一輪紅日張及沉西,不見主人來開倉賣魚,李葵走到船邊,喝一聲道,你們船上活魚,把兩尾來與我,那魚人應道,我們等不見魚牙主人來,不敢開倉,你看哪行返都在岸上坐地,李葵道,等什麼鳥主人, 先把兩尾魚來與我,那魚人又答道,只也未曾燒,如何敢開倉,那女先撈魚與你,李葵見他眾人不肯拿魚,便跳上一隻船去,如人那女難當得住,李葵不省得船上的士,只顧便把竹巴滅一拔,如人在岸上只叫得,罷了,李葵伸手去黃拔 李葵底下一拔,那女有一個魚在裏面,原來那大江裡漁船,船尾開半隻大孔,放江水出入,養著活魚,卻把竹巴滅攔住,以此船艙裡活水往來,養放活魚,因此江周有好鮮魚,這李葵不省得,到先把竹巴滅提起了,將那一出 倉活魚都走了,李葵又跳過那邊船上,去拔那竹滅,那七八十餘人都奔上船,把竹膏來打女葵,李葵帶路,朝朝起來,便脫下布衣,裏面單單是穿一條旗子布衫而,見那亂竹膏打來,兩隻手一嘅,早搶了五六條在手裡, 一支扭衣,一支扭衫都扭斷了,如人看見,盡吃一驚,脫刀去解了臨,把船撐開去了,李葵憤怒,赤條條地拿兩隻折觸高,上岸來趕打,行犯都亂紛紛地挑了擔走,正熱鬧女,只見一個人從小老女走出來, 眾人看見,叫道,主人來了,這黑大漢在此搶雨,都趕散了漁船,那人道,什麽黑大漢,敢如此無禮,眾人把手指道,那絲褲子在岸邊沉人絲打,那人搶張過去,渴道,你這絲吃了豹子心,大蟲膽,也不敢來 搞亂老爺的道路,李葵憤那人是,六呎五六身材,三十二三年紀,三流染口黑炎,頭上裹頂青沙萬紙巾,染影著穿深紅一點善疑,上穿一領白布衣,腰是一條拳踏薄,下面青白鳥脚多以麻鞋,手裡提條行清, 那人正來賣魚,見了李葵在那女橫七樹八大人,便把稱帝與行反接了,趕上前來,大渴道,你這絲要打誰,李葵也不回話,輪過足高,卻望那人便打,那人搶進去,早奪了足高,李葵便一把揪著那人頭髮,那人便崩塌下三面, 要跌李葵,枕滴得李葵水牛般氣力,直推張開去,不能勾用身,那人便望勒下足得幾拳,李葵那女著在意裡,那人又飛起腳來踢,被李葵直把頭看張下去,提起鐵錘帶小拳頭,去那人隻梁上雷鼓也似打,那人枕生掙扎, 李葵正打你,一個人在背後劈腰抱著,一個人便來幫助手,渴道,是不得,是不得,李葵回頭看視,卻是宋綱,大眾,李葵便放了手,那人略得脫身,一道煙走了,大眾埋怨李葵道,我教你幽來討語,又在這女和人施打, 躺劃一拳打死了人,你不去上面坐牢,李葵應道,你怕我連累你,我自打死了一個,我自去承當,宋綱變道,兄弟又要輪口,壞了義氣,拿了布衣,且退吃酒,李葵向那柳樹根頭拾起布衣,搭在腳脖上, 跟了宋綱,帶中便走,行不得十數步,指廷的背後有人叫馬道,黑殺財,今回來和你見過輸贏,李葵回轉頭來看視,便是那人,脫得赤條條地,貶折起一條水君兒,露出一身雪蓮也似白玉,頭上除了根跡,顯出哪個村深 心一點紅潮線而來,在江邊獨自一個,把竹膏撐著一隻漁船趕將來,口裡大馬刀,千刀萬架的黑殺財,老爺怕你的不算好漢,走的不是好男子,李葵聽了大路,厚了一聲,撇了布衣,搶轉身來, 那人便把船略籠來湊在岸邊,一手把竹膏點定了船,口裡大馬雀,李葵也馬刀,好漢便上岸來,那人把竹膏去李葵腿上便縮,撇撇得李葵火起,托地跳在船上,雪時遲,那時快,那人只要有得李葵上船,便把竹膏望岸邊, 千一點,雙腳一燈,那子如船一似狂風飄敗葉,漸也似頭江心裡去了,李葵雖然也識得水,卻不甚高,當時放了手腳,那人也不叫馬,撇了足高,叫聲,你來,今番和你定要見過輸贏,便把李葵隔膏拿住,口裡說道, 且不和你撕打,先教你吃水,兩隻腳把船隻一訪,船底潮天,英雄落水,兩個好漢撲統地都翻跟斗藏下江裡去,宋江,大忠急趕至岸邊,那隻船已翻在江裡,兩個只在岸上叫府,江岸邊早湧上三五百人在柳陰樹下看, 都道,這黑大漢金翻卻著道義,便掙扎得性命,也吃了一吐皮水,宋江,大忠在岸邊看時,只見江面開柱,那人把李葵提張起來,又閹張下去,兩個正在江心裡,清波壁郎中間,一個顯雲身黑肉,一個露片體傷腐, 兩個打造一團,攪造一塊,江岸上那三五百人貪汗,抹一個不喝彩,倫這兩個好漢是,但見,一個是移水緣成精異物,一個是小姑山作怪妖魔,這個齒蘇團結就肌膚,那個月攤洩臭成皮肉,一個是適衣淫貴,一個體案更新, 那個如三通碎雪重抱,這個像半夜陰雲興罩,一個是馬鈴觀白蛇託化,一個是趙元帥黑虎頭胎,這個像萬萬隨打就銀人,那個如千千火煉成鐵漢,一個是五台山銀牙白象,一個是九曲河鐵格魯龍, 這個月報七羅漢顯神通,那個慈玉展金剛師勇猛,一個盤船梁久,漢流片體平珍珠,一個舟且多時,水斬運身經脈則,那個學華光藏教主,向碧波森處現形骸,這個像刻殺天神,在雪狼堆中情面目,正是玉龍攪暗天邊日, 黑鬼掀開水底天,當時宋江,大中漢見李葵被乃人在水裡周住,浸得眼白,又提起來,又納下去,何止閹了數十糟,宋江見李葵吃虧,便叫大中央人去救,大中民眾人道,這白大漢是水,有認得的雪道, 這個好漢便是本處賣月主人,換造張信,宋江聽得猛省道,莫不是卓浩浪女白跳的張信,眾人道,正是,正是,宋江對大中說道,我有他個個張環的家書再營淚,大中聽了,便向岸邊高聲叫道,張二哥不要動手, 有你靈興張環的家書再營淚,這黑大漢是營門兄弟,你且搖了他,上岸來說話,張信在江心裡見時大中叫他, 卻也如常認得,便放了你攜幾分,早到岸邊,爬上岸來,看著大中,唱過夜道,院長,憂怪小人無禮,大中道, 竹下可看我面,且去救了我這兄弟上來,卻教你相會一個人,張信在跳下水裡,負張開去, 李葵正在江裡探頭探腦架掙扎重水,張信早中道分裂,帶著了李葵一隻手, 折把兩條腿搭著水浪,如行平地,那水枕不過他土皮, 閹著池下,擺了一隻手,直托李葵上岸來,江邊看的人個個喝彩, 宋江看得外了半響,張信,李葵都到岸下,各自爬張起來,大中見李葵喘造一團, 口淚只吐白水,大中道,且都請你們到琵琶亭上說話, 張信土鳥布衣穿著,李葵也穿了布衣,四個人再到琵琶亭上來坐下, 大中面對張信道,二哥,你認得我摩,張信道,小人知識得院長, 只是無緣,不曾拜會,大中指著李葵問張信道,祝下日常爭認得他摩, 今日都衝撞了你,張信道,小人如何不認的李大哥,只是不曾交手,李葵道,你也淹得我勾了, 張信道,你也打得好了,李葵道,任摩,便和你兩折過了,大中道,你兩個今犯卻做個至交的弟兄, 常言道,不打不成相識,李葵道,你路上憂藏著我,張信道,我只在水裡等你便了, 四人都笑起來,大家唱過無禮夜,大中指著宋綱對張信道,二哥,你曾認得這位兄長摩,張信看了道, 小人卻不認得,這女亦不曾見,李葵跳起身來道,這哥哥便是黑送江,張信道, 莫非是山東及時與運城送押師,大中道,正是功名哥哥,張信立頭便拜道, 九文大名,不想今日得回,多聽的江湖上來往的人說 興長清德,扶藝製困,仗義疏才,宋綱踏道,梁小可何足道哉,前日來時, 揭陽嶺下運光龍李進家裡,住了幾日,後在沉陽江上,恩惑云相回,得與令慶張云,收了一封家書記來語足下,放在營內,不曾帶得來, 今日便和大院長並李大哥來這女琵琶亭吃三杯,就觀光景,宋綱偶然走後師娘疏先與湯醒走, 怎當的他定要來討語,我倆個阻他不住,只聽得江岸上發喊熱鬧,叫酒保漢時, 說道,時刻大漢為仁師打,我倆個急急走來解圈,不想卻與壯士相回, 今日得與三位,起飛天行,且請同坐,菜穿三杯,再換酒保重整杯盤,再被熬讚,張信道, 既然哥哥要好鮮魚吃,兄弟去取幾美來,宋綱道,最好,伊麗納淺,張信道,既然得與仁興,是非偶然, 兄長何顧見愛,如此雪淺,李愧道,我和你去討,大中學道,又來了,你還吃的水不快活,張信笑張喜來, 畫鳥李愧手說道,我今番和你去討魚,看壁人枕地,兩個下皮爬亭來,到德江邊,張信略哨一聲, 只見江面上魚船都撐攏來到岸邊,張信問道,那個船裡有金色鯉魚? 只見這個應道,我船上來,那個應道,我船裡有,一煞時卻抽籠十數美金色鯉魚來,張信選了四美大的,把樓條穿了, 先教李愧將來亭上整理,張信字點了行犯,吩咐小牙子去把蒼賣魚,張信卻至來琵琶亭上陪視宋綱, 宋綱借道,何須許多,但癡一味,也十分勾了,張信答道,些少美蜜,何足掛齒, 卿長食不了時,將回行館做下飯,兩個最似,李愧年長,坐了第三位,張信坐第四位, 再叫酒保土兩瓶肉湖春上色酒來,並攝海鮮按酒果品之類,四人正飲酒間,張信吩咐酒保, 把一味魚做辣湯,用酒精一味,交酒保撤繪,四人飲酒中間,各醉空中之時,正說得入耳, 只見一個女娘,連方二伯,穿一身沙衣,來到跟前,深深的度了四個萬福,送乾看了哪個女子時,生的如可,但見,冰姬肉骨, 粉臉鬆胸,行臉塗塞,醞釀出十分春色,柳眉星眼,莊點咒一段精神,花月而容, 蔚蘭情聖,深地裡百靈百利,身材而不短不長,聲譽欣轉翹臨, 看此燕村新樓,正時,春垂海棠希曉露,一枝卓藥醉春風,那女娘到百萬福,頓開喉音便唱, 李葵正代要賣龍胸中許多豪傑的事務, 及被他唱起來一架,三個且都聽唱,打斷了他話頭, 李葵路從心上起,惡向膽邊生,挑起身來, 把兩個指頭去那女娘子額上一點,那女子大叫一聲,默然倒地,眾人近前看事, 只見那女娘子逃衰此土,談口無言,未知五臟如何,先見四之不舉, 那酒店主人一發向前攔住四人,要去經官告你,正時,只因一念錯, 現出百般迎,且看這女子性命如何,古魂,好居有情連夜月,落花無語願東風, 畢竟宋江等四人在酒店裡枕地脫身,且聽下回分解, 早安,早安,早安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